东战丹和带队进总决赛,西战美保罗遭遇两连败无援总决赛,西战与东战差距在哪?泄妖,经过一番苦战,东西部决赛终于在纷飞的硝烟中落下帷幕,在保罗确证的情况下,哈登没有像詹姆斯那样创造奇迹,独自带队进入总决赛,而这也反映了东西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。 哈登比起詹姆斯,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,打硬仗的实力本次东西部决赛好像是偏注定,四支球队都杀入到最后的抢七大战,而且各自都是没有主场优势的球队取胜。 詹姆斯在客场发挥出超级风范,打得绿山军有点不知所措,这是詹姆斯自从2008年之后经历的第五次季后赛抢七战,他都取得了胜利。 哈登在关键战中,显得有点拘谨,除了远头和偶尔的早犯规,并没有别的杀人武器,独自带队的能力同样的缺少球队的二当家。 詹姆斯能够取得东部决赛的客场首胜,而哈登只能在主场败北,也说明了哈登丹和带队能力不敌詹姆斯。 詹姆斯在比赛里,首先考虑的是队右进攻,就算他们不准,也会一直喂球,直到准为止,一旦火箭外线不开,哈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 王者的霸气詹姆斯之所以被称为小皇帝,不单单是因为他的打球风格强硬,还因为他自带强大的气场。 关键时刻,他总能站出来,用自己的身躯为球队开导。 这一点,哈登无疑是比较欠缺,在球队落后的时候,他不能找,找合适的方式去刺激队友,或者说在场上用强有力的进球方式回击对手。 总的来说,东西站都很伟大,只是西站距离东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小议员创,欢迎交流,马自不易,谢谢点赛和关注。